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吓一跳 天文学家发现造成神秘闪光的并非单一星体 而是两个超大质量黑洞 它们也并不落在仙女座星系中 而是处于距离我们约26亿光年的宇宙深处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两个超大质量黑洞的总质量 据估计高达太阳的两亿倍 而且正近距离紧密环绕 超大质量黑洞是宇宙中最庞大的一类星体 通常被认为处在星系的中心 质量最大可达太阳的数百亿倍 当然我们银河系中心也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只不过相比之下显得小巧玲珑 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 于是科学家猜测 这对星发现的超大质量黑洞 可能形成于数十亿年前 两大星系的碰撞 随着碰撞的进行 这两个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 也纠缠到一块 有趣的是 在不久的将来 这两个超大质量黑洞 也将会发生碰撞 最终合而为一 融为一体 没错 这就是神奇的宇宙 无时无刻不上演着匪夷所思的故事 今天介绍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点一个赞 收藏并转发出去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 想通过视频了解哪些天文曲文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并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挑选合适的内容 做成视频呈现给大家 你们的热爱 就是宇宙视觉的动力